这个地方把清除跟串接这两个按钮做完了 那接下来的话 一样嘛 刚刚有提过就是说 开发人员里面有个叫Visual Basic 那实际上呢 我们撰写程式的地方就在这里 那这个部分呢 也是我们这个课程 对各位来说是相对比较困难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可以克服撰写程式这个部分的话 那其实我想你大概慢慢 你就可以很很easy的 很轻松的就可以操控easyo 而且以后的话 不管什么资料丢给你 你可以很快把这个老板要看的报表 甚至把它画成图 画成图表直接给他看 哇他会对你大大的满意 OK 不过前提就是你要 你要能够可以把这个Visual Basic学好 那可是要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学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 我们这个课程 慢慢算是困难度相对比较高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可能也需要多一点的时间 还有多一点耐心 还有另外最后最重要一点就是说 你要熟练它 因为像这种程式的部分 最难的地方就是第一个你要很细心 为什么 因为他一定要是100分 也就是说程式里面只要有一个地方做错 那这个程式等于就是错的啦 哪怕你是99分你也是错误的 所以呢 程式最难的地方就是要非常的注重细节 而且就是所谓的完美 你不能有一个地方是错误的 所以这里面的话 学习这种东西 第一个一定要完全了解它 不是说你用混的 第二个的话呢 你要非常细心 每个地方都是细节 所以呢我们逐一来看一下 怎么怎么做 首先的话呢 一样我们把这个开发人员 切到Visual Basic 那今天的话也许 我们现在已经撰写程式的话呢 要怎么开始撰写 其实可能要慢慢习惯 就是这个环境 那首先的话呢 你把Visual Basic打开 我是建议啦 它也许 它本来会把你整个画面盖住 那我是建议 第一个 请你把它稍微缩小 我的习惯就是 把这个画面稍微缩小一下下 那第二个的话呢 它的结构 稍微跟各位讲一下 它的左上角这一块 就是它的专案总管 左下角这个叫属性 不过属性目前应该用不太到 然后呢 右边这一块 就是它程式撰写的地方 那假如啦 因为之前有同学 只要看到叉叉就想要把它关掉 里面的关掉 关掉怎么打开 没关系 模组再点两下 打开了 OK 这边关掉哦 模组 记得哦 原来模组在哪里 记得哦 在专案里面的这个加号 点开来 模组 码9 点两下 程式就放这边 所以以后呢 只要你撰写VBA 大概99%都是写在模组里面 OK 所以以后你要怎么写程式 记得哦 找到模组 打开它 然后你要撰写的模组通常是sub 所以你只要写一个sub 给它一个名称 名称不能跟其他重复 然后有个sub 有个and sub 就是它的结构了 OK 大概稍微了解一下 那可能有同学会遇到几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环境哦 可能不小心怎么样 不小心把它关掉 所以有同学怎么样 另外就是说呢 这个环境有同学会不小心 把Visio Basic专案关掉 把属性也关掉 变成完全是这样的画面 之前有同学说 看到这糟糕 他找不到他要的模组 怎么办 很简单 如果你不小心关掉 记得哦 你也不用紧张 因为之前同学就觉得很悲剧 心情就非常不好 然后想说关掉之后重开 会不会恢复呢 再按一下 还是一样 怎么办 然后他就说老师是不是要重管啊 其实不用啊 因为他没办法 特别说 如果那个东西关掉 你记得哦 那个叫做专案总管 所以你只要在检视哦 上面有个检视 检视里面呢 请你找到所谓的什么 专案总管 它又出来了 下面这个叫做属性 检视里面有个属性视窗 有没有就出来了 不过这个属性视窗会把它盖住啦 你可以把它往下拉 有没有 它本来这样盖住 它往下 不过属性暂时用不到 没关系 OK 你模组点两下就开了 就是大概这样子 另外的话 其他还有什么地方要注意呢 这里面的那个属性的字太小 有没有 如果你字要把它放大 记得它的功能会是在工具里面的选项 工具选项里面呢 会有个撰写风格 撰写风格预设是九号字 如果你觉得太小 我的习惯是大概至少切到十二号字吧 按确定 OK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就OK了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说要了解什么呢 了解到底我们之前录下来聚集 录了什么 有没有 有没有 Sub 所以以后 一个Sub会对应一个按钮 其实 这个Sub 有没有 就对应到这个按钮 也就是按一下它 它会执行这个Sub 然后跑到哪里结束呢 跑到EndSub就结束了 头跟尾 那另外的话呢 它这边前面会有很多单引号 单引号开头的东西都可以把它删掉 也就是它前面会有多这些东西 其实就可以把它Delete掉没关系 那一般我们习惯会按Tab键 Tab就缩排 再开始写里面的程式 那里面的话基本上 只要是开头是单引号的话 在VBA里面呢 就算是注解 那什么叫注解 就是不会被执行的 是写给你自己看的 那也就是说 如果像这边 我们录了什么 其实我们刚刚好像只有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什么 我就什么 游标放在 游标放在14儲存格里面 所以呢 以后如果说你要把程式对应的说明 把它显示出来的话 那你可以自己打一下 比如说游标放在14儲存格好了 OK 这样子啊 那这样的话你会把上面的字是绿色的 因为是单引号开头 所谓的注解 那程式怎么写 在这个VBA里面 其实它的程式叫range 14 放在里面叫点slater 特别注意哦 range14指的是范围嘛 顾名是range就范围 14指的是那个范围 就是那个储存格的意思啊 range可以指一个储存格 也可以指一个范围 点slater就游标放上去 OK 所以你至少就先学了一个物件 加一个动作叫slater 啊第二行做什么 我们好像把游标放在那个什么 然后再把它放在资料编辑列 所以第二个什么 就输入公式啊 所以第二个就是什么 我就在那个资料编辑列上面输入 啊我简单就写哦 这个动作就叫输入公式 公式 OK 有没有一堆公式 然后比如打勾嘛 啊其实就底下这一行 OK 当然你目前是看不太懂啊 不过它的叙述是什么 active指的是目前游标放的位置 sale指的是储存格 formular指的是公式 哎我就把这一串给输入上去了 OK 然后再来怎样 自动向下填满的话 空点点两下 所以哦 就是底下这个3 那前面加个单一号 然后再讲 空点向下填满 这个可以自己打 空点向下填满 OK 就是这两行 所以哦 其实录制聚集之后 请各位还是要注意 就是要自己再加一下注点 或者你录了什么 你自己根本不知道 这样你可以透过什么 录制聚集再慢慢学习 怎么样去累积你的城市的量 然后慢慢你也比较知道该如何撰写 所以哦 今天最后啦 因为我们切换画面设备有点问题 所以今天的作业 基本上就是一 请你帮我用改成test 二 录制聚集产生按钮 三 请你在这个程式里面呢 加上注解 那至于这个注解写什么 你可以自己用你习惯的 那个文字去表达 不见得要跟我一模一样 OK 你可以 因为这个是写给你自己看的 像之前有同学 还在上面写了一篇文章 可不可以啊 程式里面可以写很多东西 可以可以没关系 那清除的话也是这样 清除这个可能自己写一下 清除是 其实清除也是一样 清除一游标放在一四 然后就什么 再来就control shift向下 所以二 这个叫什么 我就用control shift向下 你就打什么 control就是 CRL 加上什么呢 shift 你这边可以自己打一个 control shift 加什么 向下 你自己向下 然后这边的话 删的话就删除 这个就按什么 按delete 这个delete的话 就是delete OK 这样的话就123 123 有没有 就我们做了三个动作 请各位注意一下 一定要加注解 尤其是你对程式不熟的 以后一定要熟悉 反正这个就是基本的 如何写程式再加注解 所以最后的话 所以最后的话请各位 那把这个结果把它储存起来 如果储存之后的话呢 那就是今天的作业了 所以今天作业就是希望你把test做完 增加按钮 再增加这个注解 就完成了 就完成了 你就把这个结果呢 储存起来之后 一样脚交到Poto上去 就完成今天的作业了 OK这样有没有问题 OK 试着做做看吧 作业 你也看得懂 你也看得懂 的那种 记得单一号开头就对了 单一号开头就是注解 OK 好